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天气这么热,来到中环有什么好做呢? 让我带大家发烧一下,跟我来 啊,就是他了,我们找德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Hifi是否有一样很高深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亲临德哥的铺铛 去亲自找德哥为我们解答 德哥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怎样可以找一套合自己的Hifi呢? 其实一套合自己的Hifi 是要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想的 第一,就是看看你要求什么 看看你有多少budget去花 还要看你自己的家里的地方有多大 才可以配到一套很适合,很对称的音响 德哥,其实我经常都见到 玩Hifi的多数都是男性 其实好像我,我是女性 如果我想玩Hifi,其实是否可以呢? 当然可以,其实我是遇见过很多女性的Hifi高手 高手? 是的,有些甚至她自己收起那套 收起那套Hifi是比她男朋友那套Hifi更加厉害的 是的,其实女性玩Hifi其实都挺普遍的 在我这一行,这么多十年,其实我都遇见了很多个人 其中一个表表者,她就是VTL老板娘 是的,她本身是一个发烧友 即她未认识VTL老板Luke Manley的时候 她本身是一个Hifi迷,超级发烧友 是一个歌剧迷 她是听音乐和玩Hifi,已经是玩得好笑好笑的 后来才被她遇上了Luke Manley老板 接着就嫁给她,因为发烧的关系 是的,德哥,其实玩Hifi 是否一定要是天文数字才能玩得起呢? 那有没有一些格格相宜一些 又可以小小的,可以放在我家 我家很小的 这个绝对有的 其实呢,譬如你是有一个限制的计算 来买一套Hifi 其实我很老实说 如果今年2014年 我会跟你说 其实你家里已经有了半套Hifi 真的吗? 是的,因为今年开始 或者是以后 是会越来越多人 是会用电脑来播歌的 那她播的那些文件 本身就是 密度是很高的 甚至是比CD碟更加美 所以很多人 其实她家里已经是 那套漂亮的Hifi 已经有一半在 是的,大小 其实没什么所谓 而且现在呢 譬如我限制了 我只有很少计算 可以买 如果她用过百万 甚至几百万的Hifi 但她玩出来的那些声音 是三不像 是很难听的 那其实 你用很贵的器材 不代表你一定可以玩到靓声 你用很便宜的器材 不代表你那些出来的声音 是一定是坏声 其实玩Hifi 怎么说呢 如果简单来说 其实是深入展出的 那些道理是很简单的 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物理 如果你知道 这些工程的技术 是如何去玩它 如何去玩好它 你可以将一套 一套万来两万的Hifi 出来的声音 别人会听到 这套机 起码是过十万的声音 真的吗 是的 这些就要慢慢学 要请德哥你刺教一下 我刚才也听到你说 其实很便宜的Hifi 都可以有很好的音质 其实那些摆位上 我见你也有提过 可不可以醒我两招 因为我也是初歌 可以 其实最主要一件事 就是你本身的喇叭 的摆位要对 因为你喇叭摆得不对的时候 出来的声音一定不对 有很多人 我见到他们 把喇叭贴到很迷摆 或者拍到墙上 或者在房间 一只喇叭摆在高 一只喇叭摆在地上 基本上 这样是不合规格的 我已经坐了 变成了一对喇叭 本身要摆得对的水平 要和你坐的位置 其实我们是叫做 正式的 就是要对称 以及那两只喇叭 它咬的角度 是要一样的 很正常地 就会出到一个很好的 立体感觉 但是如果你一个摆高 一个摆低 平衡 那些不合适 你用贵的Hi-Fi 出来都不会好声 明白 还有德哥 我想问一下 其实我是不是要听黑膠盘 因为我见到这里 都有很多黑膠盘 我可不可以听CD盘 CD盘和黑膠盘 或者数码的档案 其实三样东西都可以听 三样东西都各有各好声 黑膠盘本身出来的音乐味 是很浓的 怎样为之音乐味很浓呢 就是你听黑膠盘和一首歌 和CD比较的时候 譬如那首歌是跳舞歌 你听黑膠盘的感觉 你会觉得特别动 特别感觉到那些音乐 而CD相比之下 那些声音会比较上机械化一点点 那些音乐感没有那么大 但是因为黑膠盘 其实从2000年开始 每一年全世界的销售 是100%上升的 其实现在20至30岁的年龄 那些年轻人 其实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听黑膠盘 十年前他们最流行就是下载 MP3 但是现在很多最型的 最进的做法就是听黑膠盘 把耳机在黑膠盘上扭大小声 已经可以听到声音 那么厉害? 是的 不过我看到黑膠盘的相机 他们都很漂亮的外形 很帅 是的 他们很漂亮的 还有二手市场的价值 黑膠盘是特别高的 因为其实你买数码东西 很多时候就像买一些电脑东西 过了某一段时间之后 是完全不值钱的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用 二三十年前买的黑膠盘 留到现在 买出去是有赚的 哇 你觉得 以我们这些初歌来说 有什么黑膠盘 你是可以推介给我们听的? 或者收藏呢? 其实漂亮的黑膠盘有很多 其实很视乎你自己本身 喜欢听哪一类型的音乐 你喜欢听pop、jazz、classical rock 什么黑膠盘都有 如果以一个发烧友的看法来说 一个黑膠发烧友 最起码都应该有机会要听一下 六零年代的living stereo 以前那些很漂亮的古典录音 再加上八多年的时候 曾经出过很多叫做直黑唱片 本身那些声音是很圆音的 绝对值得一听 就算不买也值得一听 完整了